真的同居了吗? 前不久,汪小飞否认带张盈盈回家之后, 张盈盈又被媒体拍到现身于汪小飞豪宅, 一次张盈盈和汪小飞两人已同居。 值得一提的是,两人同居的这个豪宅还是, 当年汪小飞或大S两人的婚房, 汪小飞动作也太快了,和大S离婚才一个多月, 就和夏家同居了。 我们从视频中可以看到,张盈盈梳着丸子头, 身穿着白色的外套,张盈盈的这一身打扮十分的精致。 在下了车之后,张盈盈就直接走进了汪小飞的家, 过了将近两个小时左右,张盈盈从汪小飞的家中出来, 然而已经不再是此前的穿着打扮, 只见张盈盈披着一头长发, 换上了毛衣和牛仔裤, 接着张盈盈来到了一家火锅店用餐, 但是这一次和张盈盈一起吃饭, 第是一位年轻帅气的小伙子, 而不是汪小飞。 两人一边吃着饭,一边还有说有笑, 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, 两人在吃完饭后,便一起离开了饭店。 不过帅气的小伙子是独自步行离开, 而张盈盈则是乘车返回了汪小飞的豪宅里, 一次两个人已经同居, 汪小飞自从和大S离婚之后, 就多次被媒体爆料她和张盈盈已经在一起, 不过呢,都一一地被汪小飞给否认了, 现如今又被媒体拍到两人疑似同居的场景, 不知道汪小飞这次又会是怎么回应的呢? 对于这件事,你是怎么看的呢? 欢迎留言评论探讨, 别忘了长按点赞支持一下。